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一直都是美国非常头痛的问题 上个月美国就以处理非法移民不当为理由 向墨西哥加征关税 而经过无数的谈判之后 最终两国达成了协议 墨西哥愿意在移民课题上做出妥协 让美国无限期展颜加征关税的决定 但就在墨西哥以强硬的手段派出了大批军队驻守在边境 也还是阻止不了移民 想要通过墨西哥逃到美国的决心 大批红杜拉斯移民使用大轮胎作为底盘 加上几片木板所制成的小船 在维迪玛拉与墨西哥边境的苏恰特河上漂流 想要透过水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不过却被驻守在边境的墨西哥军队和警方阻挡 并驱赶他们回家 无家可归的移民 还要获得墨西哥塔帕丘拉一间收容所的收留 暂时有落脚之处 但原本只能容纳250人的收容所 却因为近期移民人数暴增到700人 而面对种种生活上的难题 虽然面临生多周少的窘境 但收容所负责人还是竭尽所能 给移民一个有瓦折头的地方 也提醒移民不要擅自离开收容所 以免遭墨西哥警方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